嗨,大家好,我是甘 欢迎大家来到阿甘讲堂 阿甘讲堂,现在开讲啦 现在这个时代 相信没有多少个人是没有网购经验的 就算是我老婆 他之前一直都说 在网上付款是不安全的 但是自从一次的网购经验之后 接着家里就经常出现一些奇葩东西 比如说懒人脖子挂警示 手机架,你没有听过吧 他的宣传语就是 懒触态度 就是说你用上这个东西 你可以空出手来看手机 那我不明白空出手来看手机的话 那个手来干嘛 那老婆说是因为手会累 那这样子挂在景象上 手就不用一直抬着 这样就不会累 好吧,果然是懒触态度 不过呢,他就只用了两天而已 然后那手机架就给了孩子当玩具 于是我就问他 怎么不用那个懒触态度的手机架呢 那他说,因为挂在景象 那个景象很累 而且还要坐得直直的 他情愿用手拿着手机 因为这样子躺着 坐着 都可以 在网购就经常会出现这种 买家秀卖家秀的问题 不过对于我来说还好啦 因为我是不会贪新鲜 去买一些奇怪的东西 我网购最不好的体验 一般都是来自快递 因为你不觉得快递送货的时候 他们的态度很奇怪的嘛 他会觉得你应该知道他是谁了 所以通常快递员送货之前 他们都会打电话嘛 然后问你再不在家 或者是你的家奖区 所以呢 有时候我看到这种不认识的手机号 在我的手机上出现 我就猜 这到底是快递员 还是诈骗电话呢 对不对 对不对 我想你也是应该有这种想法嘛 因为他们通常第一句就是会说 喂 你在不在家 嘿 是谁啊 我又不认识你 干嘛要告诉你我在不在家 所以我想说请这些快递公司啊 麻烦你提升一下你的快递员的数字好吗 那至少 叫他们一套SOP嘛 叫他们怎么打电话给客户 尤其是现价的债骗电话那么多啊 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就像 前几天 我又遇到一个奇葩快递员啦 他也是 电话一来就说 喂 你在不在家 然后好不容易说清楚之后啊 他就说 为了确定你是不是收货人 给我你的身份证号码 嘿嘿 你就是一个送货的嘛 我身份证号码干嘛 我就是要确定你是不是送货人啊 好吧 那么你就先说说你的真实姓名还有身份证号码 干嘛我要给你 我是送货的 对呀 那么你就跟着地址送不就好了嘛 好吧 那么你在不在家呢 我在 有人在家的 好 你等着 好吧 其实我就有那种被威胁的感觉了 那好吧我也不和他计较啦 然后就打电话回家 告诉家里说 啊 等一下会有一个快递送过来啊 那晚上回到家 那问他快递在哪里 结果是 没有送来 嘿 你没有送来的话 你打电话给我干嘛 好玩吧 不过呢 我还是没有了他计较 因为想他应该是来不及送嘛 那哪知道 第二天 又再接到他的电话 同样的还是 还是同样的 喂 你在不在家 这一次我的回答就是 不在 然后 他竟然怕我 喂 你之前不是说在家的吗 嘿 你说的是昨天耶 不是今天耶 我昨天等着你那天 你都没有来 我现在就来了嘛 你不在家我就不送啦 不要说我没有送哦 那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 好气还是好笑 当然最后我还是告诉他 我家里是有人的 叫他送过去 那这一个快递啊 从接电话 到我拿到快递啦 那足足是迟了25个小时 而这一个快递 是从 新山寄来的 那我相信从新山 开着车上来 最久加上塞车也 5-6个小时嘛 对嘛 25个小时耶 我就认为这个快递 也拿他是从这个曼谷 打架给我 然后才开车 将这个快递手下来的 好 在我还没有开始说 下一个有关迟到的 故事之前啦 就让我们先来看一看 大马部落中 由博客推荐的 本周好博文 由韦杰六 韦杰所推荐的博文 来自 孟游部落格的一篇博文 他的名字是叫做 应要凭日来逛 没有游客的市集 与公园 这是关于在 在泰国曼谷 掐图掐市集 及 掐图掐公园的游记 接着是由杰菲推荐的博文 就是来自 拼凑杰夫的一篇博文 名为 神透 这是杰菲第一次成功投稿 并刊登在 伊南洋的 南洋文艺版的作品 恭喜恭喜 好 继续之前有关迟到的话题 你觉得迟到25个小时 很过分吗 其实真的是很过分 但是 假如超过了呢 那么是不是应该 拉出去砍 有订阅email asia channel 都知道 我们是属于这个 杨胜英衰 就是男主持 多过女主持 所以为了取得平衡 还有为观众 谋福利 所以我就想说 找一些女网红回来 让节目 更多元化 让画面更好看 于是呢 就找了很多人谈 然后最终 和一家模特经纪公司谈佩 他们愿意配合 然后还找了几位美女来面谈 如果觉得没有问题 那么就定一下这个 试镜时间吧 那面谈的时候的气氛 还蛮不错的 而且还讨论出很多的点子 大家都雄心勃勃 感觉上这一次 应该是没有问题 当中有一位女生 她讲话呢 就丝丝稳稳稳的 不过呢 因为她表现出很有热忱 想要拍摄的样子 于是呢 我们就将她定为 第一个试镜对象 那试镜的时间 是约了在星期一 中午十二点 时间很重要 大家听清楚 大家听清楚 时间是很重要的 所以试镜的时间呢 是约了在星期一 中午十二点 哪知道 到了星期日晚上十二点左右的时候 她就发短信来说 明天来不了 希望可以改去星期三 好吧 我们就将这个试镜的日期 改到星期三 下午一点 然后整件事就有了 峰回路转的状况发生 那星期三上午十一点多的时候 我就发短信过去问 你是不是会过来试镜呢 那位女生回复说 没有问题 但是她要先去银行一趟 然后回去化妆后就过来 这一等呢 就等到下午三点 我在发短信过去问她的时候 她说刚刚回到家 洗完澡后就出门 那一直等到五点钟 她都没有出现 我就在发短信问她 她回我说 今天迟了 改为明天可以 好吧 我们又把时间改到 星期四下午两点 我这一次定在下午两点 我就想说这一次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同样的 我在星期四上午十一点多 就发短信过去 那过了一阵子 她回复说 啊现在去冲凉 然后化妆后就过来啦 那时间呢 就到了两点钟 这女生还是没有出现 我就发短信问她到了哪里 她告诉我说 她在一个化妆师的家里化妆 然后化了完的就会过来啦 那么你知道她几点到吗 结果 她六点半 我问她 你不觉得自己迟到很多吗 她回答我说 我一点钟就出门了 没想到化妆化那么久 天哪 你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 迟到那么久是有问题的吧 然后我就问她 你化那么久的妆是为了什么啊 她回答我说 我是尊重这次拍摄 所以才去请化妆师的 大姐 你尊重的话麻烦你不要迟到啊 当然 就这一次的迟到事件啦 我是告诉了该模特公司的负责人啦 公司也明确的告诉她 这一个女生就算了 叫她安排另外一个人给我 然后负责人听后啊 她除了表示抱歉之外啦 然后还加了一句 你觉得这个女生的精神状态 好像有问题 嘿嘿 如果你觉得她的精神有问题的话 干嘛来介绍给我 当我这里是精神病院 还是当我是精神病医生啦 我是阿甘老师 不是阿甘医生啦 OK 那我平复一下心情 再来看看另外两则 由博客推荐的每周好博文 不灰恩 推荐一篇来自幸福足迹的博文 华旺森 不赖水月宫加紫霞洞 她希望大家有时间呢 可以到这个华旺森走走啦 华旺森就是 瓜姆山 是位于吉兰丹州的一个地方啦 蔡阿波推荐一篇来自乐旅宝的博文 她的博文名字是 让小孩尖叫到 差点忘了爸妈的 发明西地城市农场 内涵带小小孩逛农场小贴士 这是一个 在沙登的一个小农场 我也带孩子去过啦 我觉得还蛮成功的 在最后的最后 忍不住要再说一下 大家是不是一定要去设计这种 又长又绕口的标题呢 让小孩尖叫到 差点忘记爸妈的发明 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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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让小孩尖叫到 差点忘了爸妈的 发明西地城市农场 再来 让小孩尖叫到 差点忘了爸妈的 发明西地城市农场 内涵带小孩 逛农场小贴士 再来 那么我就将这期节目的标题叫做 一个奇葩快递人家 一个爱美女子的奇葩事件 内涵四篇本周好国文 推荐国文 你会不会觉得很烦 好 阿甘讲堂 退堂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影片的话呢 麻烦你现在就订阅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还不错的话 就请你分享出去 给更多的朋友知道 假如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 也请你在下面留言留言 在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